优秀的人特别多 但今年真的是 越越有日日有 今天也就是无意中 又看到了一个很优秀的 一个学神 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有个女孩子她自己本身的 就是能力很强 简历也很丰盛啊 但不过呢就是很低调的一个出场 我就觉得这个人 很有内涵很不错 就觉得优秀是优秀 但是我让你看到我优秀 但我不会说我自己有优秀 你知道吗 这个时候就想到自己 真的是一个学渣 学渣本渣就是这里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个女孩子她要怎么样的优秀吧 在座的12位企业家好 特别老师你好 我叫刘启欣 今年25岁 2016年我毕业于中国计量大学 质量管理工程专业 毕业后我从事了两份工作 从一名在制造业奔走在生产现场的 质量管理专员 转行成为了一名 在天上环球打卡的外航空姐 今天呢我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是希望自己能够平稳着陆 落地发展 找到一份总经理助理的工作 希望能够得到在座各位领导的赏识 谢谢大家 今天来面试总经理助理 对 是 你理解的总经理助理是什么 每次我们都得问这个 首先我觉得助理的工作 是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 对上的话 首先我要辅助我的领导 然后去跟进他部署的工作任务 然后可能会协助他 做一些文案方面的工作 所以其实你理解的是助手 也就是类似于秘书 我希望我工作的岗位 能在协调助理的同时 也能去对下去协调一些部门的工作 你希望是一回事 你能不能做是另外一回事 对吧 这说话说的有道理吧 对 对吧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刘启欣 其实有很多在学校获得过的荣誉 来你跟大家说一下 我在大学期间 就是在学好专业知识的前提下 我参加了比较丰富的社团活动 首先我在学生会的话 是文艺部部长 然后除此之外 我还做了一个志愿者 甚至到现在 我也是一个执教团的一份子 说完了 你这上面好多荣誉 你自己没说嘛 获得过很多次奖学金 这就不用说了 连续两年获得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还曾经做过导演 有一项国家实用型专利 参加浙江省电子商务大赛二等奖 对 在方泰集团松下家用电器 都实习和工作过 嗯 你为什么非要我来跟你说呢 因为他听说就觉得 还是像你 你高明啊 让我来为你背误啊 谢谢图雷老师 帮我夸了一下自己 但我不把这个念读出来 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是挺亏的啊 因为他这些 他的这些这个荣誉 和曾经的工作经历 其实是很实在的东西 不是很虚的东西 嗯 谢谢图雷老师 这些东西当中 你有什么要展开说的吗 我有这样几页PPT 可以展示一下 嗯 就刚刚也介绍过 我之前是工作在 制造业的生产线 那我处理和解决的质量问题 都是围绕着产品进行的 这个的话 是我主要想展现的一个 就是我在分析 处理问题的时候的 一个框架和逻辑 嗯 就是一个PDCA 这样的一个循环 然后下一页PPT的话 我主要想展示的 就是分析原因 这样一个环节 因为我之前在做 质量管理工作的时候 它其实核心 就是解决处理问题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在其他方面 也是适用的 就像 呃 厉总您在 呃 之前的一个对话 这样一个访谈节目当中 也说到 说松鼠AI 这样的一个智能教育平台 它其实是因材施教 然后能够先确定 孩子们不会的知识点 是什么 然后来再针对这些知识点 对他们进行一个集中的加强教 那就是不过我觉得人家能 说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我就觉得还挺厉害的 你知道吗 就是准备的也很充分 呃 对大家的一个认知也挺不错的 我就觉得嗯 那我们就很期待 接下来又会怎么样的话术 呃 怎么样的能力 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看看他的能力所在吧 我们就一起期待一下吧 那其实在处理质量问题的时候也是 我们就是要找到他的药因 然后再对症下药 这个其实在我之后 做称务员的时候 我也觉得挺受用的 甚至在我个人生活里面 包括对自己的要求上 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嗯 对 这个你的这个专业本来是 特别适合又 适合于制造业 对 对吧 对 但是你刚才却把它平移到了 像利浩阳的公司 像这种AI的这个公司 也可以用上你们的这些方法论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说你刚才说 你想做总经理助理 想充分的接触业务 下下指的是这方面 是吗 嗯 想利用到你的专业 解决问题的能力 啊 那那那你这个 这很难联想到 你会去做空乘啊 其实我在做乘务员 这样两年里面 我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是 说了两年啊 对两年 卡塔尔航空 卡塔尔航空 是中东的一家航空公司 而且在世界排名是第一 连续五年被评为 全球第一的航空公司 要求非常严 非常严格 你为什么想去做 想着去做空乘呢 我觉得这份工作 它在一定程度上 拓展了我的一个人生维度 我累计去到了74个国家 和108个城市 我个人的人生体验 是因此更加丰富的 而且以前是更多 接触的是产品 那现在更多 接触的是人 那怎么又不做了 那两年做了 嗯 它对我身体的损耗 有点太大了 就是 我跟土利老师解释一下 就是卡塔尔航空 我们的乘务员呢 我们是有一两百多个 国际目的地 是随机分配的 也就是说 你今天可能飞了亚洲 明天就是欧洲 然后接下来就是 澳洲或者美国 很累 也就是说 你整个人的作息和时差 完全是混乱的 然后在这样身体 极度透支的状态下 我是希望 我觉得两年 我可以满载而归了 我希望能够在自己 现有的这些经历当中 能找到一个 嗯 相对来说 嗯 能平稳一点点 能够 也更 更 用到自己这些能力的工作 然后去好好发展 我觉得启西 你是一高人胆大啊 从你的职业选择上面来说 从工业 对吧 到这个空间 然后又要做助理 我做一个 不特别好的猜想 你是不是 老是希望自己的人生 被加速呢 嗯 呃 我做的每一份工作 包括我的每一份体验 我觉得我都是收获满满的 我没有任何一份尝试 是我只做了几天 我就不做了这样的 所以 所以我 包括我父母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特别支持我 因为他们觉得 我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你是不是希望 自己人生的每一个时刻 都能是高光时刻 有这想法 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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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们其实已经看到 这个 他对自己的这个空乘 这种一个解释 当然了这个评委 不是 这个应聘的这个老师 也是很犀利嘛 这种话语之间 就是 按按键的那种 这样的搓你知道吧 但是这个女孩子 也是比较坦诚吧 这个一个状态 就如果我是 应那个应聘者的话 我可能也就做不到 这么的那个 灵危不乱吧 那种感觉 还在就是说 是我确实是一个 很用力的人 那种很用词 很考究 没有发现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他接下来会怎么样的 一个展现吧 没有那么强烈的希望 但是我就希望 我走的每一步 我至少 我当我自己 在回首的时候 我觉得 哎 这是我喜欢的自己 这样 哎 其心啊 就是你自己努力付出 去得到这些 倒没有什么 但是有一类人会觉得 哎 你是不是喜欢走捷径呢 你怎么想 这个观点 哦 我 首先我要先说 就是我 我没有走捷径 我觉得我更多的是 每一步都是 比较踏实 务实的 这样走过来的 首先说到 我松下的经历 在松下正式入职前 我在生产线 做了三个月的顶岗工人 生产线所有的组装 留那个时候 比较辛苦 就是每天 抬的东西可能 就很重 有我一半的重量 然后就是在生产线 这样待了三个月 然后后来 才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做到办公室 做到一个品质管理的岗位 然后在 我在松下工作的时候呢 就不加班的时候 我每天晚上都会去健身 早上五点起来会学英语 在线上上外交课程 这是我是拿这些时间 来给自己充电的 然后所以 在我面试卡塔尔航空的时候 在两千个人竞选的时候 我作为八分之一 然后入选了 然后我是珍惜 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这两年 我也特别用心地 体验每一个航班 然后去感受 和每一个乘客的接触 我觉得这是一份 很珍贵的经历 努力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那种加班加点的 一件事情 然后很刻苦地把它完成 还有一种努力呢 就是在每一个错误当中 他去找寻方法 他就琢磨这件事 如何创造性地 把这件事做得更好 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呢 我在做创务员期间 主要应该是第一种 因为我是一个客舱创务员 像我发现的问题 包括我处理的投诉 和我想提出的改进建议 我都会直接 成递给我们的称务长 但是我在做 质量管理工作的时候 如果我发现质量问题的话 我是可以把它 编进作业指导书 然后跟其他的部门 去沟通协调 在再做到这样 类似产品的开发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 规避这样的质量问题 能在未来永远地 避免类似的问题发生 嗯 你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是底薪一万 只做总经理助理吗 别的考不考虑 考虑 有地域限制没有 没有地域限制 有目标企业没有 我觉得 像线上教育的话 还有互联网行业 是比较吸引我的 好 来第一轮选择去火流 12盏灯全流 可见这个12盏灯全流 这个也体现了 这个女孩子的这个优秀 也有她画出的 这种严丝和缝 就是这个像刚刚那个 女的问的两个问题 这个女孩子就真的是 我不 我两个都不选 而是告诉你 我这两个我都可以做到 你想要什么样子 我都可以给予你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状态 包括去根据你想要我去 或者说是我要应聘的这个职位 她需要我去怎么做 我都可以做到 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我就觉得 这个女孩子不愧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学神 你知道吗 当然她不是说是在学习上有多么的优秀 但是她在这个努力这个方面 和她自己的这种充电这个方面 我就觉得值得我们去学习 像我们平常就是真的是太懒了 有一种惰性在身上 就是无非就是说是 今天要不别干了 干了也没啥用 这种之类的 或者说是一直都处于一个 连自己本职工作都可能都不一定能做好 还要拿有时间去充电 对不对 所以就是吸取一下教训 就觉得自己应该充充电 应该去把自己的人生和那个方向 就是好好的去规划一下 你不能做的这么的惰性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本视频素材来源于网络如果亲切 请联系我深处哦 拜拜